Hi, Hello, 你們好 現在是3月9日, 11點35分 指數升了26點, 在2078點 整體來說, 市場未有很大的變化 升了28點 成交有多少呢? 成交到497億 昨天筆水流入了幾多呢? 昨天筆水流入了88億 今天流入了20多億 流入最多的是營賦基金 流入了差不多34億 騰訊也有錢流入, 流入了3億7千萬 美團流入了1億多, 小米流入了接近1億 整體的市場都是在集結 正如我所說, 昨天在20,000點邊 要守回20,000至20,50這些位置 站得住的話, 就會做好些 今天是3月9日, 明天是3月10日, 4月5日 估計如果沒有什麼變化, 可能明天會進一步做好些 暫時以204萬為目標區 但後段, 見到19,600的牛證 原本有6億的被收回 現在增加了很多的, 現在有13億的牛證 在19,600那裏 有13億的被收回 增加了一倍又多的 不排除這些牛證, 會不會是 一些相關的機構投資者 做的有關呢 因為不是經常的牛熊證 都是散戶對大戶的 多數不是散戶對化紅箱的 有些可能是一些大戶做的事情 如果這裏13億的牛被收回 去到19,600其實很近的 而上面去到20,700,000 就有3億的紅有機會被收回 紅是很少的 看看衍生工具的持倉量 其實都不排除 有機會繼續做好少少的 因為始終來講 204,000是一個位 都是一些衍生工具的貨 比較重貨少少的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排除這兩天會做好少少的 如果你們要買紅證的 昨天說過52971那些 就是 我們看看下一個圖 52971呢 52971呢 就是21,388收回的 叫紅 可以等市在飄高少少少才做 這些呢 就記住 做這些呢 是拿來去鎖定那些股票的 如果股票 如果股票怕下跌 短期有個調整風險 進一步調整 下到19,600甚至19,200的話 那就做回紅證 補一補那些貨 補一補下跌的風險 那昨天呢 那昨天呢 那個市場跌了 這裏跌了 500點 那四百幾五百點呢 其實呢 很多 昨天看到資金流 很多都流出的 大部分的資金流出 除了有些 就是炒大貨直銷的概念 那些之外 那些都流出的 大货食肖概念当然是说回电视广播 电视广播也是那一句 你看看它第一次直播 那个数是二千多万 如果你说开四十多场和淘宝合作 淘宝也有分成 淘宝分成的话 电视广播可以分成多少呢 而且它不是直接公司拥有 而是旗下的子公司 所以会不会有更多的分成呢 其实这个整体来说 就是说它能不能够扭规呢 因为做这个行动很难的 扭不到规的 那就是潑水车身 所以这个完全是炒作 那么短期借消息来炒作 我相信如果它要回调呢 今天正正都是了 最高去到17.9 现在是12.8 那都回跌了到整五元 很夸张的 那五元来说呢 在17.9高位那里计算呢 就跌了整三十 接了28% 那都很夸张的 一天里面 那所以我看呢 都是电视广播这些 就不值得去这样追买了 除非你呢 就不怕风险 那你就看着那些五分钟图 勇来勇去地做 那你都可以这样做 那但是呢 就这个真的 自己要小心了 很高技巧 那 至于另外呢 就带货直销概念的 就是还有其他的 譬如1137 香港科技探索 那就是和这个是 香港宽频相关的 那这个呢 也都有这个概念 那 那 就 现在就6.333 跌了6% 那 他的升呢 就不算很多 那他本身呢 是之前是有 都有盈利的 那所以呢 这个又有点不同 那 那 看位吧 看看他会不会日中呢 就回回一点 那才决定 那 那 而 香港 宽频呢 都是做得不错的 也都有资金流入 那 那 在昨天的直播那里 有这个粉丝问 那 他都有资金流入的 那 有10厘的息率 和 十几倍的PE 反而这些更安全 那些 1310 那些 那些就是 77亿市值 那些 不是很大的股票 但是他都有盈利 那 反而这个可以留意一下 那 那 至于另外呢 新特能源呢 其实是很强的资金流入了的 就算昨天来说 那 市是这样的跌 他也是有资金流入 那 新特能源呢 因为龟片价就升了 那 龟片价升了 所以对他也会有帮助 那 还有他有机会 回A 所以这个就要留意一下 那 有货朋友呢 就可以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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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货朋友呢 看一看他会不会 那 他今天会有回一点点 看他会不会有机会回回一点 但他不会回很多 如果你看小时图 他就是$19.01 那 那 那裏就有個低位出現 這個是昨天的位置 如果見得到這些位置 19.1元就不妨可以留意 19.64元 19.1元,17.99元 其他呢,華潤置地和中國海外 都有些資金流走昨天 昨天是正常的 因為常常市跌這麼多 但是呢,這兩隻都有直播率 而且它都不是很低 不是很高 它都是屬於低一點的位置 所以華潤置地是36.75元 今天最低是36.1元 如果見到36元那邊 都可以減少 但是呢 中國海外呢 今天最低是19.74元 中國海外反而沒有華潤置地那麼好 我可能要等一等 等它回到上一次的較低位 大概是19.4元那裏才考慮 現在是19.84元 內銀內險呢 內險沒有什麼特別的 內險繼續都是低位徘徊 所以就看看市跌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市市這兩天有機會好一點 但是去到下星期又開始反覆一點 那麼展轉呢 會不會再試19,000多呢 我相信機會都很大的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上落市來的 我相信是一個 正如之前的片都說過的了 3月份呢 是一個上落市 上落市呢 下面線呢 19,000做一個大的 叫做齊頭位 19,000是一個低位 上面呢 21,000是一個高位 那麼在這些位置上落的 那麼大家留意著這兩個位置來做事 那麼至於個別的個股呢 你看回呢 就是內險沒有什麼特別 內銀呢 就來公佈業績了 那麼算到呢 其實呢 內銀呢 都是相對這些位置 就站穩一點 那麼而最好的是工商銀行 那些錢流回進去多一點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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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儲銀行都有錢流入 那麼這兩隻 現在是5元的郵儲銀行 那麼這些位置都是OK的 那麼工商銀行呢 就4.15元 這些位置都是OK的 那麼 那麼另外呢 科技股又怎麼樣呢 騰訊呢 就是 現在在這些位置集結 最近最低位呢 就是 大概343.6元 是近期的低位 接近345元 今天最低344元 那麼這些位置 短線來說 就可以買少許 那麼 那麼上回D 就要走了 上回D 上回多少呢 早兩天的裂口 357元 去到近那裡 那你又要走 那就是10元雞上落 阿里巴巴呢 就最低85 現在85.95元 最高86.5元 都是在那裡徘徊 86元 留下就 那如果你有 八十多元買了 那就無謂再加碼 這些位置 那就等它上回去 就是 成交密集的 我的平均市的 比較密集的位置 是在95元那裡 95元就能夠有初步的壓力 那些地方 最大的位置 之前減持在100元那裡 那大家留意著 京东今天公布业绩在第四季度业绩不错 所以我们见到京东也稍备站稳 如果你胆设计四季度业绩的营收的话 你也可以试 但京东来说是属于弱势股 上来就算反弹 暂时都以早两天的高位 192元为目标位 下面來說,如果穿176元,就要走了 這個京東,小米也有些錢流入北水,所以這些位置是膠著的 11.6元是一個位置,現在是1.96元 上面來說,暫時是12.8元是一個阻力位 百度又怎樣呢?百度是強強的,因為它有CHATGBT和其他的配套 業績上都不差,所以估計未來增長性都不錯 這些位置是中性,149元,有貨的就拿著 美團就等了,美團就不得住的,因為有貨解凍 雙湯雖然說有減持,有大股東,但是這些位置就很低了 這些位置就坐下,衛士佳傑就回了些下來的 不做事了,先等一等 本地地產公司想說,17元是不錯的 17元是22.5.5元,資金流出的 它的估值都是吸引的,有百利息 所以插回中線的話,它是有機會去到 首先第一個位置是25元,25元能夠升得破的話 現在是28元,但是當然現在就更早 這些位置就低的,買了都能守得過的 現在是22.5.5元,最低是22元 看到22元是哪裏的,你喜歡這個股份 可以留意一下,看看 餐飲股有一點點回吐,移海,海底撈,百姓升 這些都是先坐下,都是輪動的 風盛生活強勢股,慢慢坐下 下星期會有條片訪問他們的首席財務官 即Samuel,我會問一下他的未來發展 下星期會給大家看一條片 光大環境都是好的股份 今天有些回吐,2%不夠 又是拿著 攜程做得很好,今天回吐了 業職員,但是這些都是拿得過的 有貨的就坐著 沒有貨的,想買的 看他會不會再回多一點點 今天日中是286.4元 最低,一月有89.8元 如果見得到現在86元 你可以考慮一下,少量 整體來說,市場就是這樣 上落市,做紅證等位置做 下落市又可以平衡 主要就是這樣的做法 沒什麼太大特別 外匯,美匯有105.657元 美匯指數,都是強勢的 美匯呢 都是強勢 美匯儲強勢 因為為什麼呢 在講加息的問題 而 現在是繼續做好一點點 下降軌就升穿了 但美匯會不會大升呢 我自己就覺得不會 因此 如果要買外幣的 例如綁 這兩天 好像我之前預測過 等大家去到9.2.5元去買 但是呢,我看到銀行的率 都很高,都很高 昨天應該是 理論上去到9.2.8元 那些銀行換綁的率 都去到9.33元 這些真的有點離譜 但是沒辦法 現在獨市生意 中國銀行匯豐銀行 做外幣的 變成呢 有時候要貴多一點點 都要做的 沒辦法 但是呢 比較離譜一點 我都有點投訴 昨天我都檢查過 因為我都要用綁 但是呢 如果需要綁的朋友 可以開始買的 因為這個位置 就靠近之前的較低位 另外呢 澳洲紙呢 澳洲紙呢 又是靠近這些低位 所以要澳洲紙用的朋友 可以開始買一些 至於日本紙來說呢 就都去回昨天來說 最低的 我不知道銀行你買不買到 但是呢 那些銀行價都現在 都浪得很緊要 就是有不像以前 以前中銀都好一點 現在就差了 我覺得他們真的要 留意一下 要做一個合理一點的價 給一些用家 現在呢 日本紙呢 一萬日圓 對港幣呢 是五百七十三元的 那之前是五百七 今次都是靠近些低位的 那需要用的外幣的朋友 可以買一些 因為美金不會再繼續大升的 那美國加息這一件事呢 其實說真的那句呢 那些大企業不斷在裁員 那又何來這麼大的勞工市場緊缺呢 那這些數據 真是我很懷疑 但是呢 都要看看 周五的非農就業 數據會出來 還有下星期二 就是明晚非農就業 下星期二就是CPI 那這些數字 會不會又會低一點點呢 但是初步估計 非農就業是高一點的 那所以對美股來說 我想都是拉拉腳腳的 那美股呢 就近期你看回呢 震盪了少少之後呢 其實呢 它都是 在低位培回的 那低位培回的話呢 會不會又 那些數據 沒有預期好得那麼緊要呢 那股市又會有承接力呢 畢竟呢 美股也是很強的了 那經過了這麼久的走勢之後呢 這兩年呢 它都仍然靠在三萬點樓上 三萬二千點這裡 那真是都幾誇張的 那自從2020年 炒上來上到三萬五千多的話呢 那現在都還有三萬二千多 那真是很強勢 那所以這個就是 我相信就是另一件事 美國政府都希望的美金強 所以呢 這個數據和加息的事情 究竟是 真是 終極是否會這樣做呢 我就懷疑 那所以我想 加息來說 都是加多一兩次了 究竟福度是0.5 0.25呢 這個再看吧 那我相信 都是維持回0.25多一點的 因為現在的數據出來 又不是太過擴張的話呢 因為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 很大的擴張餘地 那會不會去回0.25呢 那又對美股有幫助 所以呢 這些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看股市 要看基本面 技術走勢和資金流 資金流最短線的 技術走勢就是中線一點 那基本面就是 國與國的角力 包括政治啊 經濟啊 通脹啊 息口啊 很多的東西 加起來才決定 市是怎樣行發 那些主要的工業 或者是個股 大的重磅股怎麼走 那都要研究的 有時間參加我的課程 可以聯絡我吧 688-99-110 那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記得按LIKE 如果喜歡的朋友 就介紹多些給朋友圈 按訂閱啦 訂閱免費的 還有呢 訂閱之後有個鐘鐘的 按下鐘鐘 按下全部 有新片告訴大家 那按LIKE 記得按一次 那有拿來的支持 多謝大家 今天講到這裡了 拜拜 按讚 押忍 按 Short 按 Aaron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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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